你能活到多少岁?耳朵早就告诉你了,一起来听,耳朵在中华传统相学中的地位十分突出,它主要掌管人的智商和寿命两大重要的方面。 你能活到多少岁?耳朵早就告诉你了,耳朵出现异常情况的人,说明阳寿不长了,一定要注意。 下面从耳朵分析看你的寿命长短。 身体健康,是长寿的人群。 双耳轮廓分明,轮廓分明是指耳轮与耳朵从正式看去比较分明,容易辨别,不会产生无耳轮或无耳朵的情况。 这种双耳的人往往潜力很大,并且往往对于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会用心去做,将其完成得尽善尽美。 无论什么事情都不会发脾气,这样的人基本上都长寿。 耳白于面,耳白于面的人都是经过自己的奋斗,在自己的关系圈中有一定的微信,是大家眼中的大哥级人物。 如果从事一些学术研究等工作,便容易成为大家眼中的权威。 在事业上能够成功的人,心态都很平和,所以长寿得多。 双耳贴脑,双耳在生长时贴近耳后的皮肉生长,从正面看上去只能看到一小部分耳朵的轮廓,不会出现双耳外张正式全路的情况。 这样的人都有经营和理财的能力,属于因善于投资理财而丰衣足食,是大家眼中的大富之人。 这样的人肾气足,是健康长寿的命,而动大而深的人。 这样的人从智力水平上而言是战上风的朋友,常常财思全勇,赢得大家的好评。 如果能将这种优势加以发展和利用,便可在很多的领域都会取得不小的成就。 它们还属于眼光长远,志向远大的类型。 凡事都能看得开的人,健康绝对,没有问题,所以基本上都长寿。 耳朵红润,红润亮泽是从双耳的颜色和亮度方面来看的。 具体指的是双耳以微红,亮泽为佳。 具有这种耳相的人如从事一些与仕途、名声有关的职业,可以有声明远播的机会。 因此如能善于挖掘自己这方面的潜力,便可比其他人更容易在朋友或大众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具有明星的潜伏资质。 假如是投身仕途的朋友们,往往会具有非常多的提升机会。 如能积极把握,上升速度会明显高于其他人。 耳朵有锤珠,锤珠指的是双耳有耳珠并且下锤,其中由以耳珠厚大锤下者为佳。 有这种耳相的人往往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容易依靠自身的努力和他人的框柱而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财运和健康运势皆佳。 容易有一些挣钱的良机出现在身边,假如能够把握进去,便可享受衣食无忧的生活。 在健康上不容易生病,假如能够善于调节心态,健康便会常伴身边。 人常说耳朵大有福,耳朵不仅是人体重要的听觉器官,我们还可以从耳朵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比如一个人耳朵厚而大,说明这个人肾气充足。 如果一个人耳朵红肿,多是上火的表现。 那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地了解一下耳朵与身体健康的关系。 耳朵形状之体质,耳朵厚而大,人常说耳朵大有福,耳朵厚大的人是肾气充足的表现。 耳朵薄而小,耳朵薄而小的人多为肾气亏虚。 胖耳朵,耳朵较大,柔软,肉多股少。 耳垂饱满,表明这个人先天的营养状况很好。 瘦耳朵,耳朵偏小,僵硬,肉少股多。 耳垂薄,代表这人的体质属于先天不足。 耳朵外表变疾病,耳朵色蛋白,多鉴于风寒感冒,也鉴于阳气不足的人。 耳朵红肿,多是上火的表现,常见于肝胆火旺或湿热。 耳垂上有一条明显斜线纹,说明心气虚,耳鸣和耳聋则都说明肾气虚弱。 耳朵局部有节节状或调锁状、隆起、点状凹陷。 而且没有光泽的人,多提示有慢性气质性疾病,如肝硬化、肿瘤等。 耳朵局部血管过于充盈、扩张,可见到圆圈状、条断样等改变的,常见于有心肺功能异常的人,如关心病、哮喘等。 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大与长寿确实有一定关系。 医学工作者对256名60至90岁的老年人和344名90至104岁的长寿老人进行了测定。 结果显示,长寿老人足耳长平均值为男7.13厘米,女6.89厘米。 60至69岁老年人足耳长平均值为男6.93厘米,女6.50厘米。 显然,长寿老人足耳长平均值明显超过老年人足。 在长寿老人足中,耳长最长的达8.8厘米。 因此,有专家认为,耳阔长耳大是长寿老人的特征之一。 人们往往将耳朵大和寿命长联系起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一是耳大者肾气剑。 古人认为肾开窍于耳,故耳大是肾气剑的真相。 肾气足则瘦长,所以预想长寿健康,护肾很重要。 二是寿命长者耳朵长得大。 现代研究认为,人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成年后虽然全身和内脏的生长发育停止了, 但耳朵却是唯一的例外,它一辈子都在不断长大,平均每十年长1.4至2.2毫米。 虽然其增长的速率很不明显,但确实是在增长的,这与身体的器官有一定关系。 由于耳阔的长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长,因此老年人的耳朵比青年人的确实要大。 从这个观点看,长寿者并非是耳朵大了寿命才长,而是寿命长了耳朵才长得大。 在一项科研项目中,研究人员普查了50例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现他们的耳朵都有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耳扩长。 一般人的耳朵上面应该平着眉毛,下面应当平着鼻肌。 耳扩的长度,科学的计算方法应该是从耳朵尖到耳垂下。 一般成年人的耳朵平均长度为5至8厘,米。 但是接受调查的这50位长寿老人,从耳轮最高处至耳垂最低处,耳阔长度都大于厘米。 而且寿命越长,耳朵越长。 其中两名百岁老人的耳阔长度分别达8.4厘米和8.5厘米。 第二个特征是耳垂大。 耳垂就是从耳平到耳朵的最低处。 一般成年人耳垂长度为1至2.5厘米。 但是长寿老人的耳垂长度至少在1.8厘米以上,而且厚软肥大。 在所调查的50位长寿老人之中,耳垂长度在1.8至2.5厘米的有8人, 2.6至3厘米的有39人,3.1至3.2厘米的有3人,都是90岁以上的老人。 上面的数字告诉我们,耳阔长,耳垂大是长寿特征。 我们自己可以回去观察一下那些长寿的老人,就会发现他们的耳阔的确有这两个特征。 我们把耳阔,长,耳垂大叫做长寿耳征。 但必须注意的是,耳阔长,耳垂大只是长寿特征之一。 长寿者耳朵一般都长,但是耳朵长的人不一定都长寿,耳朵短的人不一定都短,瘦。 因为长寿与否,还必须结合耳朵的气色形态以及其他部位的多种生命真相来综合分析。 其实,人体各器官和组织在耳朵上都有相应的刺激点。 一旦受到疾病侵犯,耳上的某个特定穴位就会产生预警信号。 有效按摩可缓解某些疾病。 下面为大家介绍一套见效最快的耳部自我按摩方法。 低了耳尖法,用双手抹,食指捏住耳朵上部,先揉捏此处,直至该处感到发热为止,然后再往上提咎,五至二十次。 此处主要有神门、盆腔、内外生殖器、足部、踩、膝、胯关节的反射区以及肝阳穴、风吸穴等。 上下按摩耳轮,并向外拉,以母,十二指沿耳轮上下来回按压和揉捏,使之发热发烫,然后再向外拉耳朵十五至二十次。 耳轮处主要有颈椎、腰椎、胸椎、腰底椎、肩、肘等部位的反射区。 下拉耳垂法,先将耳垂揉捏、搓热,然后再向下拉耳垂十五至二十次, 使之发热发烫,耳垂处的穴位主要对硬头、鹅、眼、蛇、牙、面颊等处。 按压耳窝,先按压外耳道开口边的凹陷处,此部位有心、肺、气管、三胶等穴,按压至此处明显地发热、发烫。 然后在按压上边凹陷处,这样来回摩擦按压至感觉发热、发烫为止。 此处主要有皮、胃、肝、胆、大肠、小肠、肾、膀、膀胱等部位的反射区。 推上下耳根,中指放耳前,食指放耳后,沿着下耳根向上耳根推, 要用尽推40至50次左时,推后不但耳部发热,面部、头部都会有明显的发热感觉。 这对头痛、头昏、神经衰弱、耳鸣等病都有非常好的疗效,而且还有明显的美容效果。 爱美的女士们不妨试试看。 一套操作下来,最多10分钟的时间,你的面部血液循环就会明显改善, 同时也促进了面部代谢产物的排出。 坚持做两个月,你的面部就会富有光泽、弹性十足。 做完这套操后,再用食指梳头100次,可以刺激头部的经络,增加脑部的血液循环,降低血压。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观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咱们下期再见。